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這段影片,我們要來跟大家講 就是課本的第三章,微分方程的最後一個小節 那3至12,我們要講的是 系統性的微分方程 事實上就是說,有兩個 我們會考慮兩個以上的微分方程 那但是呢,我們之前會解一個微分方程 但是我們等一下舉例子 你就會發現說,兩個微分方程 它們之間有關係 因此它就變成了一個系統 那我們要如何利用課本裡講的 這個系統性的消去法 來解這個微分方程 那之後呢,我們也會跟各位同學補充一個 會用到矩陣的解法 那事實上我覺得那個解法 倒是各位在其他的領域比較容易看到的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這個3至12 所以3至12的話,它就是要教各位說 如何solving system of linear equations 那其實這是很有趣的問題啦 就是說,首先我們先來 回去考慮一下之前的那個linear system 也就是一個spring mass system 這個我們之前考慮過了嘛 就是一個由彈簧跟一個質量 所構成的震盪器 那也就是我們已經會寫它的微分方程 所以這裡有一個彈簧 它的彈性係數是k1 它的質量是m1 可是呢,我們現在考慮的叫做 所謂的cup cold spring mass system 也就是說,如果 我在下面再掛上另外一個彈簧 然後它的spring constant 是k2 然後另外一個質量 質量是m2的話 那就是說,如果只有k1跟m1 我們以前已經跟各位講過怎麼解了嘛 那如果只有k2跟m2的話 我們也知道怎麼解 可是現在的問題就是說 這兩個一起 他們在動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說 這一個的運動呢 會對它產生形變 那所以呢 因為這根彈簧 產生了形變以後呢 又會對它有作用 所以就是說它的運動會影響到它的運動 那同樣的 因為它的運動對這根彈簧產生了形變 那那個力呢 也會作用到這一個質量上 那因此呢 變成說 他們兩個震盪器呢 偶合在一起 就是說 把它兩個couple在一起 就是兩個震盪器 彼此會受到對方的影響 那因此就是說 好,假設這是 就是在平衡的狀態下 那我們來 考慮說 這是平衡的位置 那這個位移的話 是x1 然後下面這一個質量 離開了平衡位置之後 它的位移是x2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來寫方程式 我們來考慮這個 m1跟m2 上面所受到的力 那m1所受到的力呢 就是說這裡 這個重力都已經平衡掉了 所以已經減掉了 那m1它受到兩個方向的力 一個是往上的 是kx1 也就是往上的恢復力 會跟這個彈簧的形變x1 成正比 然後跟這個k1 它的spring constant成正比 然後另外一個下面也會受到力 那這個下面受到的力呢 是跟彈簧 第二根彈簧 它的spring constant k2 跟它整個得到的形變 呃 成正比 那它整個得到的形變呢 會是 x2-x1 然後在這裡 x2跟x1一樣 那我們都是以往下這個方向是正的 所以才會是x2-x1 就是 正的 然後-x1 最後兩個都是以往下作為正的方向 那我們知道了那個 第一個彈簧 第一個質量上面受到的力之後呢 那第二個質量 m2 它所受的力呢 只有往上 因為它只跟k跟彈簧連結在一起 所以它是k2 然後同樣的是 x2-x1 那這裡當然還有方向的問題 它受到的是往上 那這個受到的是往下 所以就是說 我們真的把運動的方程式寫出來的時候呢 受力的方程式寫出來的時候 我們要注意它的符號 就是它的sign 因此呢 我們先對這個寫 也就是說m1 然後d平方 這是一樣牛頓第二運動定律 f等於ma 所以它會等於-k1x1 因為呢 我們有講過就是往下是正的 它受的力往上 -k1x1 然後呢 那 因為往下是正的 所以這個是正的 所以就是加k2x2-x1 然後對於它來說 就是m2 d平方x2 比t平方 它會等於-k2x2-x1 因為它的方向是往上 所以前面加上平方 所以像我們舉的這個例子 這個呢 就是一個coupled spring mass system 那也就是說 好吧 如果今天 它們兩個沒有被coupled在一起的話 比如說只有這個 就這個不見的話 只有k m1的話 那其實根據我們之前的討論 事實上我們就可以直接寫這樣 這個就是只有它自己在動的時候的事情 所以也就是說 我們來看這個數學的話 那數學式子寫出來 你就會可以看出來說 這個是說 它的位移對時間的二次為分 會跟它自己的位置 還有彈簧的彈性系數有關 所以基本上呢 x1就只跟自己x1有關而已 然後就是說 如果沒有接上另外一個值 下面這個彈簧 如果它沒有接上m1的話 那其實我們寫出來的式子也是一樣 就是說 第二個質量 它的位移對時間的二次為分 它同樣的也只跟自己的位置 自己的位移 然後還有跟它的第二個彈簧的Spring concept 有關係 可是呢就是因為我們把它連在一起 所以x1的變化會受到x2的影響 所以透過什麼呢 透過這一項 就是k2乘以x2這一項 就是x1對時間的二次為分 現在會受到x2 也就是第二個質量的位移所影響 然後同樣的x2對時間的變化 現在透過k2 會跟x1有關係 所以本來x1自己震自己 然後x2自己震自己 可是自從我們把它連起來以後 那兩個微分方程就有關係 就是這兩個在數學上就是說 我對時間的二次為分 再也不只跟我自己的位置 還有我的彈性系數有關 我還會受到第二個 第二個質量的位移 然後還有就是把我們連接在一起的彈簧被影響 然後同樣的道理就是說 本來我第二個質量自己震得好好的 可是呢 現在因為我把它跟另外一個彈簧連在一起了 所以我對時間的變化呢 除了原來這一項以外 我現在還會多受到k2x1的影響 所以就是說 兩個震盪器它偶合在一起 那事實上這種東西很好玩的 就是震盪器嘛 因為我們知道說 在沒有damping的狀況下 那之前有解過就是說 有一個m1k1它就會有一個固定的frequency 然後m2k2它也會有一個固定的frequency 他們就會自己震自己 可是呢現在兩個 他們兩個震盪器本來喜歡自己震自己 可是呢我們把它連接在一起 也就是couple在一起以後 然後我們會發現說 如果我們去解這個問題 當然現在沒有要解 因為這個解出來會很大 我們等一下會去例子 但是呢我們把兩個震盪器連在一起以後 然後基本上根據他們的偶合的係數 也就是它受到它影響的程度 所以從這裡可以看出來說 那個偶合的強度是有什麼決定的呢 事實上就是由k2的大小在決定 至少在這個系統裡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個像 就是兩個之間的偶合像 那我們會發現說 如果這個k2很小很小的話 那他們會各自震各自的 可是如果他們兩個之間的關係很強烈的話 那你就會發現說 這兩個震盪器震著 你去把它的解解出來以後 那會跟原來的震盪器不一樣 那其實這種系統很好玩啊 就是說如果固定頻率的系統 比如說螢火蟲 樹上的螢火蟲呢好像本來自己閃自己吧 用自己固定的頻率 可是事實上呢 你可以把這每個螢火蟲之間呢 他們想成是一個偶合的震盪器 那意思就是說 這每個螢火蟲它在閃的時候 它雖然有固定的頻率 可是它會看到別的螢火蟲在閃 然後別的螢火蟲的閃的頻率 對它會產生影響 所以就是說樹上一大堆螢火蟲 可能成千上萬隻一起在閃的時候 那他們彼此之間都有互相偶合 那也會影響彼此 就是影響各自他們在那邊閃的頻率 然後最後呢 你如果去把那個數學問題解出來的時候 那你會發現說 所有的螢火蟲會在同一刻突然亮起來 那那個用 就是用所謂的Coupled Resonator 就是偶合在一起的震盪器 那你知道震盪的 它的頻率是多少 然後他們之間的偶合係數是多少的話 也就是螢火蟲之間的 他們溝通的強度是多少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個系統解出來 那所以現在就只是說 好我現在把微分方程寫出來 那接下來我們就是要舉課本的例子 來告訴大家說 我們要如何有系統的來解這種問題 然後這個微分方程要怎麼解 因為裡面現在有兩個變數耶 就X1跟X2 那我們要講的方法叫做 也就是系統性的消去法 也就是系統性的消去法 那我們舉一個例子 我們會用到之前的 我們會用到之前教過的 Differential Operator 的 notation 這樣寫起來會比較簡潔 所以首先我們來考慮一下我們的問題 比如說是X''加2X''加Y'' 所以在這裡面我們的 independent variable都是T 然後XY現在是dependent variable 所以這個看起來就很複雜的 就是說這個有 這是微分方程式 可是我裡面有兩個 Dependent variable X跟Y 然後我的 independent variable是T 那我想要把X of T 跟Y of T 解出來 那怎麼辦呢 我們在解這個的時候呢 我們會先把 dependent variable 都寫到同一邊去 所以左邊這裡通常是dependent variable 就是X跟Y 右邊是independent variable的函數 然後這是X'-4 然後這是X'-4 X加Y'-2 Y等於 exponential of T 所以我們這樣子寫的時候 我記得這裡都是 Dependent variabl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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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裡是independent variable Dependent variable 然後呢 我們接下來要教大家的 所謂的Systematic Illumination 就是說我們要想辦法把這些Variable 消到剩一個 那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說我們可以把這裡 用Differential Operator 也就是如果我們定義 D等於對T這個微分 這個操作的話呢 那我可以把這個左邊寫成 D平方 加2D-1 作用在X上 因為其實我們對X有二接微分 然後有一次微分 然後還有X字幾 所以可以寫成這樣 然後加上 D作用兩次在Y上 -3 Y 所以上面這個式子可以寫成這樣 然後下面這個式子呢 可以寫成D-4 作用到X上 加D-2 作用在Y上 再重複T 所以你從這裡呢 你就可以發現說 那好吧 假設 直接看就是說 好如果我把D-2 這個operator作用在這裡 然後把D平方-3 這個operator作用在下面的話 然後我兩個式子再一箱減 那我的Y這個 Dependent variable就不見了 然後當然這會比較複雜嘛 就是說這個是D-2 作用在這裡 然後D平方-3 我作用在這裡 然後呢 同樣的你記得D-2 也要作用到Sine of T 然後D平方-3 也要作用到X-T上面 然後我這樣一消的話 這個就不見了 然後呢 我就會變成 只有X這個Dependent variable的 高階的微分方平式 那我把X解出來以後 那我就可以再回去把Y解出來 所以就是所謂的這個Systematic Elimination 的概念就是這樣 就是說它把其中的一個Dependent variable 去把它消掉 那就是說如果我們用微分運算值 寫出來的話 那會幫助我們來 算這個問題 那我們舉的這個例子 就是告訴大家說 原來我們可以這樣寫 那從這裡我們就很清楚的 可以看出來說 你要怎麼去做Systematic Elimination 因為這就跟我們以前 在解二元一次方程式的時候 用的是一樣的技巧 那當然這個解出來很複雜 很高階的二方程 我們就不解了 那我們接下來來解一個簡單的例子 讓大家看看這怎麼算 所以呢像這種 兩個互相影響的微分方程 我們可以碰到最簡單的狀況 大概是這樣 X對T的微分 X對T的微分 等於3Y 所以X對時間的變化 跟Y有關係 然後Y對時間的變化 是跟X有關係 所以這個就是 大概最簡單形式的 就是這個 的那種 的那種 Coupled Differential Equation 那我們要用剛剛講的這個解法 來寫的話 就是說好 我可以把它寫成 D這個Operator 作用在X上 減3Y 所以同樣的 我們用Differential Operator 然後把3Y移過來 然後 另外一個式子是2X 2X 把這1過來 減1 作用在Y上 所以從這樣子的話 很清楚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那 我要怎麼把其中一個 Dependent Variable 要記得就是說 在這邊的話 我們X跟Y 都是T的函數 我們想要解的就是X跟Y 那從這裡看到的話 那好吧 我們來削Y好 所以要把Y削掉的話 我就是 D作用在上面 然後下面的話 3作用上去 就是說雖然是乘以D 可是你記得 是實際 因為這是Differential Operator 所以意思是 Differential Operator 在作用上去 在作用上去 然後乘以3的意思 這也真的是 4乘以3 那於是我做完這件事以後 我再把兩個式子相減 我就可以把後面這一坨 消掉 那因此我的結果是 D 再多作用是不是 D square 作用在X上 然後去減掉 這裡有三碼 所以不要急 減6X 所以事實上 我們最後得到的問方程 就是X double prime 減6X等於0 那這個 應該到3-12 已經完全的 一看到就知道怎麼解了 Auxiliary Equation 所以M平方 減6等於0 所以解出來 X等於 C1 乘上 Exponential 負根號 6T 加 C2 乘上 Exponential 根號 6T 所以這個解呢 我們就算出來了 然後我們也可以用 Systematic Elimination 去把X 去消掉 那我們就得到Y 那這個過程 那這個過程就不管了 我們先就是 假設你做完一樣的事情 就是D square 作用在Y上 減6Y 等於0 所以得到一樣的Auxiliary Equation 然後我們去解它 我就得到了Y 等於 C3 Exponential 負根號 6T 加 C4 Exponential 根號 6T 可是在這裡呢 我們得到了這兩個結果以後 不要以為事情就結束了 因為事實上我們還沒有完全用到它們之間的關係 就是說 C1 C2 C3 C4 它並不是完全可以隨便選的數字 也就是說 我們還必須要把這個X跟Y 比如說我們把它帶回去原來的這個 帶回來原來的這個數字 所以呢 X對T為分嘛 所以我們就得到 負根號6 C1 Exponential 負根號6 T T 加 更號6 C2 Exponential 更號6T 然後 減 我們把這個帶來這裡 然後把3Y 把Y帶進來 減過來 減3C3 減3C3 Exponential 負根號6T 減3C4 然後 Exponential 更號6T 要等於0 然後我們把它整理一下 負根號6C1 減3C3 就是 就是 Exponential 負根號6T 跟 Exponential 根號6T 的係數 我們把它找出來 等於0 因此呢 我們就得到 這一項 要等於0 這一項 要等於0 所以我們就得到 C1跟C3呢 他們兩個之間要滿足 這樣的比例關係 然後 C2跟C4 要滿足一個 特定的比例關係 也就是 C3 等於 3分之 負根號6C1 然後 C4 等於 3分之 根號6 C2 那我們得到這個關係以後 那最後 就是說 好 假設C1C2隨便選的話 C3 C4 就不能隨便選 所以我們最後可以寫成 X 我把這個留著 因為等一下會用到 所以 C1C2 如果隨便選的話 那 Y 就會是 3分之 負根號6C1 Xponential 負根號6T 加3分之 3分之 更號6C2 Xponential 更號6T 所以 這是 Systematic Elimination 解出來的結果 那我們 再舉一個例子 這 就 同樣的也是這種 偶合在一起的 線性系統 然後呢 有Initial Condition 那大概這就是課本裡面對這個問題的介紹 那我們把這個剛剛解的問題寫下來 因為等一下會用到 那我們再舉一個課本裡的例子 這還蠻 直覺的 就是 Systematic Elimination 嘛 所以這個例子呢 是 X1 double prime 加10 X1 減4X2 等於0 然後 -4 X1 加X2 double prime 加4X2 等於0 然後我們有 Initial Condition 所以 X1 跟X2 都有他們各自的 Initial Condition 那這種Systematic Elimination 就是說 你把它 其中一個 Dependent Variable 消掉以後 然後你就得到 對應於 另外一個 Dependent Variable 比較高階的 文化方程 那解內文化方程 基本上就是用之前 教過的方法 那因此呢 像這個我們還是用 Differential Operator 那寫出來就是 D平方 加4 作用到 X1 上 減4 X2 等於0 然後 這是 -4 X1 加上 D平方 加4 作用在 X2 等於0 那同樣的 就是跟剛剛講過的一樣 就是我們用消去法 喝個水 喝個水 那所以呢 我們做的事情就是 好吧 那就是上面都用 我們把 X2消掉好了 所以會看到 D平方 加4 D平方 加4 就是 作用到 X1 上 後面這個會消掉 這後面就是 這裡用 然後下面這裡的話呢 要乘 1平方 加4 4 沒有啦 下面這個不用 下面這個要乘4 然後兩個相加 兩個把它加起來 後面這一堆就消掉 所以這裡是 -16 X1 等於 0 所以我們消掉以後 變成這樣 那這個有點麻煩啦 這個就是說 我們把它 整理完以後 我們會得到 它是 D平方 加2 D平方 加12 作用在 X1 就是說我把-16X1 跟這個 弄在一起 結果最後可以拆成這樣子 所以這是我們 對應於 X1 的 微分方程 那這個解出來 就一樣嘛 就是說它會有 四個根 四個相義的 的 的 那個 它是 負數根 所以我就可以解出來 X1 等於 C1 cos 2t 這也是之前的結果 C2sin 2t 所以這個解是 就是 正負根號2i 然後對應的就是 cos 根號2t 然後這個是 正負根號12i C3 cos 根號12 根號3t 加C4 sin 2 根號3t 所以把X1解出來了 然後用同樣的方法 我們如果把X2 留下來 X1消掉的話 我也可以把X2解出來 所以你看有一大堆C位置的 係數 還有C7 所以我們會有這一堆東西 那現在就是說 假設我們把這兩個過程 我真的不想寫的課本 也應該有啦 我們把這個帶進來 第一個式子以後 我們就可以把這些 八個 八個那個Constant之間的關係 找出來 然後我們帶進去以後 然後就像剛剛那個簡單的例子 我們得到 C5 應該要等於2 C1 然後 C6 要等於2 C2 然後 C7 要等於-1 C3 C8 要等於-1 C4 C4 所以我們得到了這一堆關係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再把這個 Initial Condition 帶進去 所以現在就是說 我們未知的 係數 事實上剩下四個 就是C1 C2 C3 C4 然後我們有四個關係 所以事實上利用 這四個 Initial Condition 然後我們有四個係數 我們就可以把 C1 2 3 4 通通找出來了 所以用Initial Condition 我們用它真的算了 這剩下的真的是算數而已 然後我在這邊抄 對你也沒有幫助 這你不自己算過的話 你不知道怎麼回事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 C1 等於0 C2 等於 2 10分之 2 C3 0 C4 5分之 3 通通 解出來了 然後最後 我們的 X1 X2 就是同時要符合這個 文方程 然後又要符合 這個 Condition Initial Condition 就是 -10分之 Sine C2 T 加 C3 C3 所以這是 用Systematic Elimination 然後我們去把 其中一個Dependent Variable 消掉 然後接下來去解 算出來的 比較高階的文方程 把其中的 那個Dependent Variable 解 去把它解出來 所以就是這個過程 跟這個過程 然後接下來 我們還要把它帶回去 原來的 隨便一個式子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些關係 找出來 所以這是所謂的 Systematic Elimination 的方法 那接下來我們要教大家 另外一個就是跟 各位之前學過的 線性怠速 向量 矩陣 有點關係的做法 我們也是直接舉例子 我們就回來看這個問題好了 所以 Dx Dt 它會等於 0x 加 3y 事實上就是這樣 然後呢 Dy Dt 它會等於 2x 加 0y 假設呢 今天我把我想要求的 xy 寫成一組向量的話 x y 是我想要求的向量 那我可以把式子的左邊呢 寫成 d 除以d t 也就是 xy這個向量 對t的微分 會等於 0 3 2 0 等於這個矩陣乘上 xy這個向量 那假設呢 我們令這個 向量 xy向量 我們把它叫V 所以V是一個向量 所以這個就是V 然後這個是一個矩陣 它也不會隨著時間變 那都是常數 0320 我們把這個叫做一個矩陣 m 的話 那原來的微分方程式呢 如果用向量跟矩陣表示出來 它就變成 某一個向量V 我們想要求的向量 向量的微分 所以這個是這樣子表示告訴我們 向量對時間的變化 你把數學翻譯成 你聽得懂的話就是這樣 因為 微分的意思就是 向量對時間的變化 會等於 某一個矩陣 其實就是這個 定義我們這個微分方程系統的 矩陣乘上 這個向量本身 所以還蠻有道理的 就是說 原來這個矩陣 作用到我這個向量上以後 那你知道我會得到一個新的向量 可是在這個問題裡 我這個矩陣作用到這個向量上以後 事實上 就會等於 我這個 向量在時間上的順時變化 所以就是說 根據我們這個矩陣長的不一樣 那我們就可以描述 事實上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 這一個向量 它是在旋轉 那你會發現說 其實這個會對應一個旋轉的矩陣 那如果它是在伸長縮短 事實上都可以用一個矩陣 來表示出 因為我們知道一個矩陣 可以表示出一個向量在空間中的變化 像這裡二維的是平量 那所以這就只是告訴大家說 這個向量 在你這個向量空間裡的變化 是由m乘上v 這個是一個operator 就是對它作用以後它就產生了變化 可是這個變化呢 正好會對應到 它在時間上的變化量 那理想的狀況下 如果我們今天已經忘記是什麼 什麼是向量 什麼是矩陣的話 那如果你不知道v跟m 它是向量跟矩陣的話 如果都是數字的話 那你又學過一階的微方程 你就會很想把這個的解 寫成 這就是一階五方程的解 對不對 我們兩邊把它積分 就解出來嘛 意思就是說 你如果看到 dv除以dt等mv 然後m跟v都是常數的話 都是 都是數字而不是向量的話 那你自然而然就會想出這樣子的解 可是現在我們麻煩的其實是在於說 其實這個v它 v跟m它分別是向量跟矩陣 所以事情沒有那麼容易啊 就是說這個 它並不是普通的exp 它是matrix 那事實上呢 矩陣的exp 所以是 1 0 3 20 事實上它不會等於 像你想像的 是這樣 我們想像說 如果可以這樣的話 那太好了 就這樣就好了 好 可是事實上這個等號不會成立 這個等號在什麼時候可以成立呢 只有在上面這個矩陣 是一個diagonal matrix的時候 diagonal matrix就是這裡 不是0 這裡是0 那這樣子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 可以 這樣寫 所以看到這邊你可能會覺得說 那這個 好吧我們只是把原來文方程寫成矩陣跟向量 然後告訴你這樣子 可是呢 它又不能這樣解 它可以這樣解 這個 這個真的是它的解 問題就是 我不會求 matrix exponential 就這個 不等於嘛 那要什麼樣的時候才會等 這個矩陣 它是一個 就是diagonal matrix的時候 然後才可以 那這時候呢 我們又要回到各位 上學期吧 應該上學期 大家在學矩陣的時候 有學到所謂的 矩陣對角化 你那時候可能覺得 為什麼我要去把一個矩陣給對角化 也就是所謂的 biagonal matrix 那我們沒有時間 再幫大家完全的去複習了 可是呢 我幫大家簡單的回憶一下 意思就是說 假設你有一個矩陣m 比如說你有這個矩陣m 然後呢 我們可以去求它的 eigenvalue 跟 eigenvector 所以假設你算出來 它第一個 eigenvector 叫那個 λ1 然後它對應的 eigenvalue 是λ1 所以這個 我把矩陣跟向量上面畫一個bar 好 然後呢 假設m2x2矩陣 我們去解出了兩個 eigenvector 跟對應的兩個 eigenvalue 然後呢 我們可以利用 eigenvector 跟 eigenvalue 來把m這個矩陣給對角化 意思就是說呢 假設這個兩個 eigenvector 都已經normalize過了 的話 那我們可以 寫一個矩陣 叫做λ1的transpose 所以你記得λ1它是直的嘛 然後呢 我把它transpose 就是把它導過來 所以它現在變成 這裡就是 就是 就是一個roll 然後我們把這個 λ2也導過來 寫出來 是這樣 所以這也是一個2x2的像 那你如果記得 我們之前在講矩陣對角化的時候 就是說 這樣子的一個矩陣 去乘上我們原來的矩陣m 然後再乘上另外一個矩陣呢 它是由λ1 當第一個column 然後λ2 當第二個column 所以這也是2x2的矩陣 所以你有三個2x2的矩陣 然後乘起來以後呢 你會發現 它會變成一個 Diagonal matrix 然後呢 事實上就是說 這個矩陣 我們也可以取一個名字 把它叫U好 那當然因為這個矩陣的特性 我們現在沒有太多時間去講那些 那事實上 這個矩陣就是U的轉制 就把它轉過來 是它的transpose 可是呢 假設說 我們這 這兩個都是實數的話 那因為我們的Igenvector 會正交的特性 其實U的transpose 會是U的inverse 意思也就是說 U的transpose乘上U 會等於identity matrix 這題外話 先不管 可是事實上就是說 我們把Igenvector 求出來以後 用它當作 U的兩個column 所以這就變U 然後呢 這一個就是U的轉制 然後我們利用這三個矩陣 成在一起以後 我會得到原來的 M的Igenvector 在對角線的對角矩陣 那為什麼我們 要把矩陣給對角化呢 所以現在我們知道U是什麼了 按要插 我們來這邊繼續寫 應該寫得下 假設我們今天定義一個 新的向量 叫W 一個新的向量 把這個都bar起來 還好 以免他彌後 我們定義一個新的向量 W 你要記得我們這個問題裡 想要求的是V這個向量 那我們定義一個W 它跟V的關係呢 是透過 這一個U inverse 來連結 所以就是說我們已經知道M M本來就是我們的 這個Coupled Equation 裡面本來就有M 然後呢 我們就把它的Igenvector 跟Igenvalue 所以我知道U是什麼 所以我就是知道U 那所以我就是 特別去定義一個U 這個矩陣 然後呢 我說我把這個U矩陣呢 作用到我們未知的V上面以後 會得到一個新的向量W 那為什麼我們要這樣做呢 那我們先來把這個 微分好了 D DT DW DT 它會等於 同樣的就是 它的微分乘上V 加上它乘上它的微分 可是因為U這個矩陣呢 它跟時間無關 所以我們如果把它對時間微分 會變成0 因此我們剩下的 其實就只有U Inverse 去乘上DV DT 然後呢 在這裡我們可以發現說 因為我們知道DVDT 會等於 我們把這個關係拿來用 所以我們可以把DVDT改寫 改寫成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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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從這裡 從這裡 我們可以知道說 如果我們在左邊都乘上U的話 U W 等於U U U inverse V 可是U乘上U inverse 我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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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矩陣乘上它的Inverse 會是Identity 所以會是V 所以意思就是說 我原來可以把這個V 再改寫成 U W 你看 你看 我把這個V 改寫成U乘上W 那為什麼我要費勁功夫去做這件事呢 因為你發現說 原來我做了這件事以後呢 這個 U inverse MU 就是我們這裡寫的 U inverse MU 也就是一個Diagonal Matrix 然後W 意思就是說 W 對T 的微分 現在可以寫成一個Diagonal乘上W 那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如果我把它 再回覆到原來微分方程 回覆到原來微分方程 回覆到原來微分方程的樣子的話 它是DW1 不好意思 這裡空間比較小 不過應該都看得到 DW1DT 會等於Lambda1W1 然後DW2DT 會等於Lambda2W2 那你發現什麼 這時候呢 W1 對時間的變化 只跟W1有關 W2 對時間的變化 只跟W2 有關 所以 兩個微分方程 被Decouple 兩個本來是Couple在一起 X對時間的變化跟Y有關 Y對時間的變化 跟X有關 可是呢 我們定義了一個這樣子的轉換 我們定義了一個新的位置數 其實我們在這裡定義了一個新的位置數 W1 W2 W1 W2 它跟原來的XY 是有這樣子的 透過U inverse 這個矩陣的關係 來連結 結果呢 我們本來是要解XY 我現在改成解W1 W2 那我要怎麼改成解W1 W2 我就是想辦法去獲得 W 就是對應W的微分方程 所以我才會把W對時間微分 然後我想辦法把V都換成W 我才可以得到 對應W的微分方程 所以你看我就是這樣換換換 最後我得到對應W的微分方程 那寫出來是這樣 可是它就是W1 W2 現在Decouple 那這個很好解嘛 就是說這個這個的解 所以現在我要把這些查掉 反正影片你可以拉回去看 黑板上的東西 或者你可以把黑板截圖啦 那就是說好吧 那我現在得到這樣以後 因為這個是Diagonal Matrix 所以我直接就可以寫說 W1 事實上就是我們可以寫 W of T 就是Exponential 這個Diagonal Matrix 這個Diagonal Matrix 那我們剛剛有講過Diagonal Matrix 它的Matrix Exponential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就反正W1 W2 本來這樣看出來 你就知道W1跟W2是Decouple 他們兩個就沒有關係 可是事實上你會說 蛤這個這個有道理嗎 因為我本來XY是有關係的 可是你不要忘了 就是說我們最後把 我們把W1 W2求出來以後 我們知道 W1是Lambda 1 of T 然後W2是Lambda 2 of T 可是呢 我還要透過這個關係 我還要透過這個關係 去把它乘上U 我才可以得到V 也就是X1 X2 所以就是說我們把 原來微分方程Decouple以後 這微分方程就很好解了嘛 你看 我們 本來是Coupled Differential Equation 然後我們要用 比如說Systematic Elimination 什麼的方法去解 或者是說你要會算 這種Matrix Exponential 可是假設你不會算的話 可是我們利用把M 的IgenValue跟IgenValue解出來 然後把它對角化的這個技巧 我可以把Coupled Differential Equation 把它Decouple 那Decouple的意思 其實就是我可以各自解 這個我會解 我知道解出來就是 Exponential Lambda 1 Of Lambda 1 T 然後這個我會解 是Exponential Of Lambda 2 T 他們兩個是沒有關係 可是呢 我們先把它轉 其實這個你可以把它 當成是一個坐標的轉換 我把它轉到W這個空間以後 用W1 W2這兩個變數 其實他們表達的是同樣一個問題 可是呢 我把它轉到這個新的坐標系以後 這個問題是Decouple 可是我們最後還是想要知道 它在原來的坐標系的解 所以我們就是再用U 把這個解 轉回去原來的X1 X2 那就是說 如果我們把它應用到 剛剛這個問題的話 那你會發現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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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說這個M是這樣 然後我們如果真的去把它 給對角化的話 你會發現說它是U inverse 然後更號6 負更號6 零零 這個就是這個的Transpose 那也就是說呢 我們去解出來 用剛剛的方法的話 我們就知道說 我們解出來的W 會是 Exponential 根號6 D 零 Exponential 負根號6T 然後C1 C2 就是我們解的W 因此V 也就是我們的X跟Y 就會是 我們有講過U乘上W 所以那邊有U 5分之 5分之 √5分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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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分之2 √5分之2 這個詳細計算 你可以去算一下 我們剛剛已經跟大家講的方法 重點就是 我們把M 給Diagonalize 然後我們把M 給Diagonalize 以後呢 你發現那個可以Diagonalize 它的矩陣是U 然後我們就用U inverse 來把V 也就是我們本來想求的XY 去轉換到另外一個向量空間 然後我們想辦法去得到 對應這個向量的微分方程 結果我會發現說 在那邊 在那個 在那個Basis 這兩個變數是被Decouple 然後我們會解 Decouple了以後我們就會解 解出來以後 我再把它轉回去原來的向量空間 所以就是用 我們剛剛講的Diagonalization的解法 我們也可以把XY 求出來 事實上跟那邊求出來的XY 是一樣的 所以最後呢 我們再跟大家講一個例子 所以這個稍微大家想一下 雖然我寫的 因為黑板 稍微小了一點 寫的好像很多 可是就是說 如果你已經對Diagonalization很熟的話 當然我們剛剛是花了一些時間 在幫你介紹什麼是Diagonalization 可是如果你很熟的話 你會發現說這個其實是很好用的方法 你可以用Diagonalization的技巧 把你的微分方程給Decouple 所以最後的一個例子呢 我們也可以再回去考慮剛剛的彈簧問題 那我們剛剛有寫出彈簧問題的微分方程 就類似是這樣 可是這個跟剛剛 克本里的問題沒有完全一樣 我們故意把它變得比較對稱 所以你看假設這是彈簧問題 如果沒有第二個彈簧系統的話 第一個彈簧的運動就是這樣典型的 的那個 resonator的問題 那如果沒有這一項的話 就是X2'就只跟X2自己有關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加上了這個對稱的影響 就是X1對時間的變化 會受X2的影響 然後受的影響也就是 coupling coefficient是這個 然後X2對時間的變化會受到這一項的影響 所以這是他們彼此之間的偶爾係數 然後呢如果我們令 γ等於 m分之k的話 那我們可以把原來的式子寫得簡潔一點 就是X1'x2 X2'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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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然後呢 DiGaE跟Mek對應副Gamma的 是二分之一 一一 第二個是根號二分之一 然後同樣的就是說 如果我們用Diagnolization的技巧 也就是我們定義新的變數 叫做 X1 跟X2 然後這跟我們之前一樣 就是說這個X1X2 跟我們的 原來的 X1X2之間的關係 也是由 我們把Diagnolization的矩陣 要求出來以後 它是Lambda1 Lambda2 Lambda2 1 1-1 我們把這個求出來以後 然後呢我們去定義說 新的X 跟原來的X 他們之間的關係 是U 如果我們做了這件事以後 同樣的你可以自己去算算看 就是把它二次微分 像我們剛剛那樣帶一帶 我們會發現說 這個 這個微分方程 經由這樣子的轉換以後 我可以得到 我可以得到對應新的X1 X2 的微分方程 然後一樣 它也是會被Dicouple Lambda1 Lambda2 就我們剛剛求出來 Lambda1 Lambda2 所以新的X1 X2 兩個之間被Dicouple 沒有關係 那這種微分圍了兩次 等於自己乘上一個常數 這個我們之前就已經解過了 所以X1 會是X1 X1 然後 cos Omega 1 Omega1 是根號 因為這被Dicouple 我們可以各自解 它的初始狀況 然後 然後也是 cos Omega2 根號 3 然後呢 我們把X1 2求出來以後 我們要再把它轉回去 所以我們真正想要知道的 X1 X2 它就會是 根號 1 那這個U的話 我們把它Transforce 還是一樣 也就是 U inverse 跟U長的一模一樣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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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1 然後 乘上我們剛剛求出來的 cos Omega1 t cos Omega2 t 所以我會得到 小X1 跟小X2 就會是 根號 1 1 1 那為什麼我們要特別舉這個例子呢 就是說這個解法 是Diagnization 我們剛剛 不好意思 我真的超錯 這是Sign 為什麼我們要特別講這個例子呢 主要的原因是 Diagnization的方法 剛剛講過 那當然這是二階的嘛 所以我建議你自己試試看這個流程 就是從這裡我去把它微分 微兩次以後 然後 你用這個 就是Diagnization的關係 然後用IgonValue關係 看看你可不可以得到這個微分方程 那微分方程結到 我們就是 基本上就是你要去看這個Decoupling的過程 我們如何把兩個Couple在一起五分方程 然後利用把這個矩陣給Diagnize 然後去把它Decouple 那Decouple了以後呢 就變成各自的二階五分方程 我們會解 解出來以後再把它轉回去 那其實有趣的呢 會是它的解的形式 所以你會發現說 本來 呃 它沒有Couple在一起的時候 其實我們現在這樣子寫的話 很清楚這個是Coupling 兩個 就沒有這一項的話 X1就不會受到X2的影響 沒有這紅色這一項的話 X2也不會受到X1的影響 所以這個是我們的Couple項 所以假設這兩項等於0的話 那就又是Decouple 他們各自 可是你會發現說 欸這裡是2Gamma 也就是說 欸他們兩個因為Couple的關係 你看本來如果沒有Couple的話 他自己喜歡的頻率是 根號2Gamma 然後沒有Couple的時候 X2喜歡的頻率也是 根號2Gamma 可是呢 因為有強度是Gamma的Couple項 然後我們把兩個 Resonator把它Couple在一起以後 然後算算算 欸最後算出來的解 X1跟X2 他的頻率是Gamma跟根號3Gamma 所以有趣的是在這裡 就是說因為Gamma的關係 那我們發現說 欸他 我們最後解出來以後 那這兩個Couple Resonator 他們 的運動 的成分裡面 已經沒有原來的 的那個頻率 已經沒有原來的根號2Gamma 而是根號3Gamma 所以是原來的頻率變多 然後跟原來的頻率變小 那事實上就是變多跟變少 像我們這裡正好 因為這個Couple項的大小 正好是Gamma 所以呢他就是加多少 減多少 那事實上就是說 如果我們把這一項變小的話 那你會發現說 這兩個頻率會分別是 這個變多跟這個變少 那這一類的東西 你以後 在很多很多地方 尤其是 在 在物理啊 量子物理啊 然後光學 光學 波島光學什麼 很多光學你都會看到 因為就是說 在很多的系統裡 都會看到所謂的Couple Resonator 那就解出來了 事實上 那個東西你在公術 照到你都應該要會 那因為我們 課本裡雖然有講到 所謂這種Couple Differential Equation 那但是他的解法 純粹是比較數學 就說Systematic Elimination 那那是沒錯 可是就是說 我是建議 大家至少對這個有印象 那 你以後看到人家用這種方法 或者是直接把他的解写出來的時候 才不會覺得奇怪 那所以以上就是我們 三隻蛇蛇的介紹 那我們之後 下次的影片開始 我們就會跟大家進入 第四章 Laplace Transformer 那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拜拜